香港电台今天举行团霸活动 兼且宣布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将会在今年5月复办 至于详细情形就要留下星期记者会才公布 身为电台创作总监的马俊伟 都有澄清今年港台 不再与TVB合办香港金曲颁奖礼 其实是大家一组的共识 其实以我所知我们去年香港电台 我不敢代表我们香港电台说 但是以我所知去年那个合办目标是一次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令到很多东西都进行不了 所以就进行了一次友好的合作 但是其实一向香港电台也好TVB也好 他们目标是各自做回好像以前那样的音乐颁奖礼 但是我常常跟他们有时经开一计 我说会不会加回以前那些四台联班五台联班的奖项 甚至乎现在有那么多媒体 那么多新媒体 跨媒体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跨媒体的奖项呢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有意义的 白足这么多爪的马仔 今年除了要埋手电台工作 同时还要兼顾舞台剧 电影和读书 真是活到老 学到老 而他还说希望未来有机会 和一班自己好欣赏的后辈合作 我很欣赏几个 我很欣赏MC Mirror也很好 跟着我们星梦也很好 另外林奕匡 Janice 这些全部都是我很喜欢 你听我的节目 我经常播他们的歌 因为真的好听 特别MC 这个新一代的歌手 他唱功真的很好 非常好 所以有没有舞台剧也好 或者是什么方面也好 都有合作空间 有有有 其实未来有一些音乐剧舞台剧 我都会找一些新一代的艺人 歌手合作 只要他们有兴趣 因为都辛苦的 做舞台 最重要是他们有兴趣 然后他们愿意的话 我就非常乐意 有没有能透露一下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在籌备 你喜欢Mirror的话 就跳唱那些 Mirror 跳唱都是他们 难道是我吗 不要了 一把年多 我自己打球就行了 说到老友刘心悠 是过年前惊爆被婚 马仔都生气 自己真是完全灵知情 很明显不是好朋友 我都不知道 我连她的老公是谁 我都不知道 又告诉我只是去读男带 我们的戏是延期 她是拍不到我名的 他只是告诉我要读书 又没有跟我说原来她要结婚 然后我起帖又收不到 饼卡都给张啊 心悠 我这么对你 是不是 你饼卡都给张我 你不是代言 忍一间的吗 真的 所以等她蜜月期之后 我就找她 大兄这个问罪之师 然后请她吃餐饭 到时看见她老公 那你自己呢 你别理我了 你们 我这么多事忙 这么多事做 不要搞我 我分身都不行了 希望马仔以后有好消息 都不要收收买卖 和大家开心分享 请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iewone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 和facebook 咱们 小姐 小姐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